风险严重性 他这边有说明 这个风险严重性 由D 到G 分别是这四个 然后 就是这四个里面 抓出 最严重的一个 也就是说VH就Value High 就是最高的等级 那反正就是把这个 等级最高这个Value 这个是H嘛,因为最高就H H High,然后再是中的 再来是低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资料量很大的时候 你不可能涂法链刚慢慢看 那方法有什么吗 你可以用函数嘛 所以函数里面你当然可以用底下这边的函数 所以他这边有讲到就是说 他如果用函数的话 他是把这些函数做出来 哇 光看就已经傻眼了 这个 这个 那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那如果没有 那当然就只能这样做 一串 那 最好的方法 是这样 如果你每天都做的话 最好是给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你把这个结果做出来 是最好的 那至于这个 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大家 我也想了 很多种方法 提供给各位 一个 比较好的方法 比对之后的结果 然后呢 当然我按下去 结果就出来了 OK 这个地方 他会自动去判断 哪个是最高的 就帮我写过来 判断一下 最高的 写过来 这个 这个部分 那另外 除了用 一个按钮之外 也许你可以 我讲过嘛 你还可以用 插入函数的方法 那在这边 你可以增加一个 自己定义的 叫做 风险 写严重性函数 可以按确定 这个地方当然你不是 四个 四个储存格 是给一个范围 就好了 他会帮我把这个 要把这个范围 读过来 检查一下 哪个最高的 他会自动 给我的结果 你再向下填满 那一样 可以得到结果 这个我想都是跟前面 讲的都一样 反正 我们这门课 最重要就是说 除了你本身的 内建函数之外 有没有其他更好的 VBA方法 那VBA不外乎就是按按钮 不外乎就是 制定函数 那怎么做 OK 首先第1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按右键 指定聚集 再把它编辑一下 因为这个我已经写好了 在云端上 各位也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找到 那里面呢 我要怎么去 怎么去写 这个东西怎么去解 那这里的话 我是做了一个 比对的动作 那这里面的话 一样我宣告 宣告一个什么 宣告一个回圈 这个我想刚刚因为有讲到有关那个 那个 消货单那里面的第二 就是第2种解法 正列 那里面的话呢 我就放了一个 宣告一个A的这个正列 这个正列里面的话7 可以放0到7的资料 那回圈的部分的话 3列 一样 我这边 那因为我要整个跑完 所以呢 我就可以从第3列 到第6列 然后蓝的话呢 是第4蓝 一直到第8蓝 第4蓝到第7蓝 第7蓝 OK 然后我先做什么事情 我先把 储存格里面的值 先 丢给 正列里面来存放 那这个正列里面来存放的话 主要 就是 因为我的资料量 比较多 所以 我可以 先把它放在正列里面 再来比对 这个地方 如果 我把 这个值 等于是先把 这个值 先丢到正列 等于是把 应该是说把这4个值 先丢到这个正列里面 当然你会想说 老师 这边有7个 为什么你放4个 没差嘛 反正前面三个空下来嘛 反正就空下来 那还是一样把东西放放到里面 接下来我做什么呢 比对 比对什么呢 比对第4个 因为我讲过了 前面 跟这样 前面应该是 有0到3 是空下来的 因为我 正列不代表说我宣告一定要全部都做满 我前面 空下来 因为这样我比较好处理 4到7 我直接直接就写进去了 然后如果什么呢 如果 第 这个这个是第1个 第1个写 就是说先慢慢逐个逐个去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这4个里面 这个是我想到的 如果这4个 先比对什么 如果他有vh的 这4个里面 有 very high的 有vh 有没有 那 结果一定是vh 如果这4个里面呢 有h的话 那他就h 以此类推 最后面的话呢 才是l 也就其中有一个出现 因为 这个也是同学丢给我的问题 那我就想有什么方法 可以最容易解决 后来我就想了这个方法 用什么方法比 反正就先比最高的 有最高的 那就最高的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剩下来的话就是 谢谢